大家好,我是徐元刚,今天给大家讲一下千文遁甲的第十四课 翻功法,我刚才背课的时候,我一看这个书上,在那本资料上有这个福音转功法,翻功法 我这PPT上可能没弄,我简单的给你说一下,福音什么意思呢,比如说这个盘,卧,卧,这两个是福音 比如人,这天盘和地盘都是一样的符号,这叫什么呢,这叫为天地重叠不动之相 这信息量比较少,你如果想提取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和空王的转功法是一样的 面侧的时候是深挖,非面侧的时候是飘移 这个是福音,福音的话,大体他来找你预测这个事情呢,主慢 还有一个五不欲识,我想到哪就讲到哪了,五不欲识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他来找你预测,以未日,以暑末 新时,那时辰就直接刻日子呀,这个五不欲识 这个五不欲识,你直接一看,大概就能明白,他测的这个事比较棘手 不成的机会比较大,不好的几率比较大,但具体还要看这个,这个 盘中的这个格局,五不欲识,五不欲识,庚不算哈 如果预言庚,虽然都是金,这个金刻末,这不算这叫阴阳户,阴阳户意哈 不一样,这一根又直接又合了,只有阳刻阳,阴刻阴,那比如说,冰日,仁时 啊,丁日,鬼时,啊,这才是五不欲识,如果说,你鬼日,丁时,这不算五不欲识哈 因为时辰刻不了这个,这个日子,只有日子刻时辰,只有时辰刻日子才算 而且是阴刻阴阳刻阳,才是五不欲识,啊,还有一个反阴,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啊,这边一个冰,羹,这边也有个冰羹,啊 天盘是羹,这地盘是羹吧,这天盘是羹,这冰,这叫反阴 如果来找你测试呢,这个是,就有反复之性,啊,浮阴阻慢 测病的话,比如说慢性病啊,或者这个病,呃,病了好长时间了,或者病治疗了好长时间不见效啊,等等等等 这个呢,这个是反阴,反阴主快,或者主这个事情有反复,或者这个事情,你做一次还不行,你多做几次才能成功,这叫反阴 明白了吧,翻功法,前后翻功,妙法断世,前以后我来龙去脉,啊,翻功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母先生当面问他事情,啊,你是男的预测师,啊,这个就面色不分男女啊,面色不分男女啊,看乙,嗯,如果你要看以前的事情, 你要把天盘盖,翻到地盘盖来,啊,你看这个困功,这就测以前,啊,你再看往前翻,就是,天盘盖的物,再翻一次,翻到地盘来,啊,在这里,这,这第一步,这第二步,啊,这更翻地盘的第三步,这是看以前,看以后的事情,比如说, 你看我这个,我这个事,啊,现在干着,你看,如果说,啊,这是畸形,啊,这鬼,畸形和入木,应该是畸形,啊,如果说,嗯,比如说,测以后的这个事情,那你就地盘杆,翻天盘杆,啊,冰,往上一翻,哎,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根往上一翻,第二步,步往上一翻,第三步,啊,总结一下,就是,看以前的事情,天盘翻,天盘翻地盘,看以后的事情,地盘翻天盘,啊,都可以往前翻三步,往后三翻步,这叫翻功法,啊,明白了吧,啊, 现在开始讲预测篇了,啊,健康预测,用青梅预测疾病,用神功的能量高低,是判断是否有疾病的唯一标准,如果预测人身上知道是什么病,他问你,你看看我这个病如何,就直接看天盘形落功,天盘形是用神哦,现在测病的话, 嗯,如果说一个人来找你看健康,就你看我这个身体怎么样,而不是说你看我这个病怎么样,那么整个局,整个九宫,都是他的健康状况,直接看整个局的这个哪个能量低,哪个有四害,也可以直接看年命落功,或日干落功的状态,我通常来看的话,一个是看用神落功, 一个是天水星,啊,比如说天水星不临四害,前面四害讲过了吧,行,对吧,空,木,啊,破,这是四害,首先比如说,啊, 呃,这个人来找你测,前面 반而看了,比如说这个人来找你测,日干是乙,啊,不看这个盘哈,啊,这个盘天水星,这个,都是这个重叠了,啊,我看有没有,嗯, adaptation, 哎,这个没有,比如说,他测,他的一个朋友,啊, 他的一个男命来测他的兄弟 那你看这个宫位没有四害 那么你就可以看天蕊星了 重点观察这个天蕊星 因为天蕊星一个轨迹形 天蕊星都在这个宫内 也就是说什么呢 先看四纲 这个天蕊星和四纲 它没有这个先后顺序 都可以结合看 都是重点 明白了吧 但是这是我的经验 不过有的人呢 是直接就看天蕊星了 以天蕊星为重 四纲为腐 而我这个不分 这个谁重谁轻 哪个坏得厉害 哪个能量低 就以哪个为主 凡局中 临四害能量降低之功 均为有病 若能量受损 再临天蕊星 必有病 你看这 能量受损 再临天蕊星 这就两个项 重叠了 对吧 前方就讲交叉取向 我脸上定一项 若再在肛上毛病大 有病明显 不在肛上 有病不明显 或已经得了病 但本人不知道 那本人不知道 你得了之后 你硬说 人家就以为你 你断的不对 这个要谨慎 别人不知道的 要谨慎说 除非他信任你 或者你提醒一下 算到最后了 你可以提醒一下 四纲是什么 四纲就是年月日食 就是他来找你测的 这个 这叫四纲 年月日食 二 隐干是病的起因 断病先从隐干入手 疾病的根源是四纲 弓的先天弓受损 你比如说 你测这个病 你看这个病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弓呢 以末 先天弓是哪里 先天弓是在这里 对吧 训练先天不在这里吗 你可以看这个 如果有隐干的话 我给你找个盘啊 找个盘 你看这个盘 这不是说了吗 隐干是病的起因 断病先从隐干入手 即便的根源是四纲弓的先天弓受损 这个可以结合看啊 一种比如说这个羹 测病嘛 看天水星 咱就直接看天水星吧 测病 新天弓 是在这里 隐干是病因 那直接看几 这不隐干吗 隐干的话 你直接打开隐干看 好 病因 这两个可以结合看 也可以直接从这个 这个局里相义解读 这对弓 是本弓的 相义补充说明 一开始学的话 先把本弓的这个练熟练了 给人断式 也能断个七七八八 先断本弓 三 若用神弓 临野心 则致病有方 若用神弓能量低 临白虎 庚 度加庚 白加度 则为顽症 就是顽固性疾病 临上加开 开加心 加丁 则为动乳术 若用神能量高 临蕊 天蕊星 马 锐加人 鬼 若在临阵宫 则病愈的快 马 马星 快 人鬼 流动 对吧 你看天蕊星 天蕊星是什么 天蕊星是属土 天蕊星属土 既然是疾病 落在阵宫 落在训宫 不要而愈 什么意思呢 因为阵训属末 这两个宫 直接就能克天蕊星 有个前提 天蕊星不能临 这个镇尔迅 不能临白加庚 度加庚 白加度 因为这是完症 治也不好治 你知道吧 这个 乙是什么呢 中医 心是什么 西医 治病有方 四 冰丁 颈代表炎症 以为中医 或中药 这不前面讲了 心为西医或西药 蛇 反淫 疼蛇 反淫为病 变来变去 反复不定 浮淫 久地 死门 为病情稳定 天家人 鬼为血压高 地家人 鬼为血压低 冰丁 人鬼 家冲 为脑衣血等 如果这后边这一段 如果在离宫 或者训宫 或者坤宫 那相义就会更明显 为什么 应该在上三路 这是九宫 这上三路 这中三路 这下边是下三路 这下三路 能破畸形在遇空亡 填时或逢冲时 力量要增大好几倍 当遇空亡时 不是空了 没有了 可能是病情转移了 空亡之空只有20%的能量 是表象 转弓之后 有80%的信息 但这个能量 可能要增大好几倍 留着病 可能会转移了 填时 比如说 深有空 从这虚害空吧 这个宫位 就是一个宫位空 填时 就是说蓄日 或者说亥日 这叫填时了 逢冲 比如说这空了吧 晨日 这边迅惯了 这个晨日 或四日的时候 直接冲 能量增加 这个意思 酒病怕反营 精病怕服营 马行 主快慢 克制天蕊行 落宫的宫位 及时 医治疾病的方位 咱先看这个酒病 怕反营 为什么酒病怕反营呢 是因为你病了很长时间了 反营就反反复复 不能折腾了 再折腾的话 怕病情恶化了 晨病怕服营什么意思 晨病一致就能好 或者说反营 或者逢冲 一致就能 一冲就冲好了 结果你一个服营 好了 你这个晨病 那你拖拖拉拉 你可能弄成一个慢性病了 就麻烦了 天蕊行 比如说 你天蕊行是在 对挂吧 天蕊行 你看 你说我这个病 我想找个大夫去看 你看我在哪个方位呢 离挂是克金的 那你可以去南方 你家的南方 去找这个大夫 如果一般断到这儿就为止了 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还想继续往深了断 你其实 那句话叫什么了 在实战经验当中啊 严多必失 但咱在讲课中 不讲究这个 讲课代表研究嘛 咱一起研究嘛 我就直接跟你说 南标 离挂代表什么呢 女的呀 对吧 属马了呀 五马了 对吧 年龄什么 这中男呀 中男多大呀 25到35之间啊 或者说 你如果说这几个相义都符合了 那就是他了 如果说男的也可以 没问题 比如说 你找个男的 那边有个中医 中医的七八十了 但他属马的 你去中医一看 他穿着红色的衣服 那这相义也符合了呀 对吧 这是往更细了断的 这是断病的一些经验 我不想就说 就照本宣科 就直接就给你读出来了 书本上也是也是这些 我肯定是想 通过这 这个课程 这个教程 把你们把这个 把你们这个断事 这个全教会了 全学会了 然后再更高级呢 就是运筹 调理 化解 所以说 我平常的一些实战经验 就就在讲课的过程当中 就也一并给你们讲出来 想到哪就讲到哪了 行 今天先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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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